新生儿黄胆晒太阳多久 赵玉娟 新生儿科 主任医师 新生儿黄胆的病因是不一样的 新生儿很多原因可以引起黄胆 它可以是间接党红身高 也可以是直接党红身高 大多数见到的是间接党红身高 并且大多数的是安全的 没有严重的病理因素存在的 常见的原因像生理性因素 像溶血 感染 还有母乳因素 有机体基因缺陷 当然还有一些少见的 像先前有遗传 代谢性疾病 还有一些是各种原因 引起的胆子遇迹 如果是一般的间接党红身高 并且程度不太重的话 可以不处理 因为间接党红素 它本身就是一个好东西 它抗氧化 抗衰老 但是如果间接党红素太高的话 它对大脑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并且会留下后遗症 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光疗 甚至需要换血 而直接党红身高 它不需要光疗 它要到医院去看 引起直接党红身高的病因 什么时候你塞太阳啊 比方说这个孩子 也到医院看过了 它确实不存在着 引起党红素增高的那些 很多需要治疗的病理因素 它可能是母乳性黄胆 也可能是肝酶活性 暂时的不足 引起了肝脏 对党红素社区转化的能力不够 这种情况下 它可能牵引到 三十多天 四十多天 黄胆还没退 但是因为黄胆没有退 咱们很多的医疗机构 不会给它打预防针 如果你到医院看过了 不存在着那些 就需要治疗的病理因素 孩子一切情况都好 这个时候呢 太阳好的时候 你可以拉开玻璃 不能隔着玻璃晒 隔着玻璃晒是没有用的 光线不太强的时候 在自家阳台上 可以晒一两个小时 晒着白白的 到打预防针那个地方去了 他们看不到孩子黄了 然后他就会给孩子打预防针 所以一般不需要晒太阳 专家提示 一 间接板红素升高程度不太重 可以不处理 二 间接板红素太高 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性损害 并且会留下后遗症 需要光疗 甚至需要换血 三 没有需要治疗的病理因素 新生儿情况较好 可以每天晒一至二个小时太阳 继续